教育部部長 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大家好 我是校長候選人 資科系李蔡彥 我在政大已經服務了將近27年 也曾經擔任過校院系 七個不同的行政主管 也曾經介調到教育部資科師擔任師長 這兩年我也協助教育部 擔任教育部的顧問 領導全國資訊教育 以及各個領域的人才培育 前幾年我所負責的中小學潛淡技術建設 已經讓全國包含偏鄉的每所學校裡面的每一個教室 徐童坐在最後一排 也能夠清楚看到老師的投影 也能夠順暢的無限上網 我是一個資訊科學家 但是我可以深切地體會人文社科的重要 過去我很慶幸也有機會跟人社領域的老師 做了非常多年的跨領域的研究 我也喜歡做開創的事 我在鄭大創設了四個跨領域的學程 我很期待自己 未來能夠以人文工程師的精神 帶領鄭大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我很信心我自己有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人生經歷 參與了許多高教政策的制定跟跨領域的實踐 讓我看到了高教的挑戰以及人社大學的困境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讓我的所學所知奉獻給我所中愛的政大 這二十幾年來 我們知道資訊科技可以說是全面影響的社會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 從一個資訊科學家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台灣社會的轉型 除了要善用科技之外 更應該創造人文的價值 以人文來引導科技的應用跟發展 我認為這也是所有的政大人應該對自己應該有的自我期許 我希望透過我對科技以及人社領域的了解 啟動全面的跨領域對話探索以及實踐 發揮創意在的精神 勇於嘗試教育創新跟實踐 來提升政大的競爭力 我認為政大的競爭力來自於三個面向 首先我們有非常優秀的教育原生以及全球的校友 以這些所有政大人所建立起來一個綿密的親密關係 再來作為人社領域的大學 我們有非常清楚的定位跟完整的領域發展 最後我認為我們的競爭力來自於我們對於多元價值的堅定性 為了發揮這些優勢 我認為我們應該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讓更多背景多元的優秀人才可以進到政大來 在這個地方發揮所長 在未來人才的培育上面 我們更應該持續的聚焦在人社領域的人才培育 以及社會貢獻 同時能夠善用資訊科技來創造價值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持續的堅持嚴格的專業訓練之外 更應該透過通識教育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知識轉運以及跨領域的能力 以及終身學習自主學習的態度 另外面對外面多變的環境 我們應該培養學生善於應變 安頓自我的心理素養 也因為相信多元 我認為學校各項的制度和設計 都應該發揮人盡其才的理念 不要用同一把尺去量所有的人 讓每位教職員生都能夠在政大找到自己的定位 也讓每個學院都能夠在自己的領域發光發熱 我會在政大營造一個具有同理性和信任感的行政文法 以服務導向的方式來重新設計整個行政流程 讓行政服務成為政大向前的助力而非主力 總結來說 我希望政大成為一個數位負能、思議區區 對一進取的大學 所謂數位負能的意思就是 希望代表的是我們能夠了解科技、善用科技 更能夠引領科技的發展 思議區區代表的是能夠安身立密 同時也能夠銳一進取 把眼光放在未來 我期許在我的帶領之下 政大能夠有一個鼓勵師生停留的 與對話的效能 特別是在捷運開通之後 政大會融合地方經濟的發展 跟社區共好共融 成為一個面向台北、面向全世界的政大 最後我期許自己能夠與所有的政大人一起 營造一個具有新氣象 充滿新可能的政大 謝謝大家 我是李柴彥 我是連鮮明 我想很多人都覺得我是學院派 為什麼會來參選校長呢? 其實我在政大服務已經20年了 我也做了快10年的行政 我這次其實參選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我在社科院服務 我也在創新國際學院服務 一個是大院一個是小院 我自己有看到這個大院跟小院的資源 在政大裡面分配非常不公平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事實上是我在基層做的這些時候 我發現其實我們面對了高教危機 可是我們校方卻一直沒有一個一致的政策 那我覺得其實學校事實上是長遠的 校長其實只是一時的 我們希望能夠學校建立共識 然後校長能夠多跟基層溝通 那我們才能夠找到一致的方向 很多人說我是中生代 事實上太年輕了 可是就是因為中生代我才會跟所謂的 新進老師大家一起在做研究 我也常常在跟資深的老師去請議 那我覺得做一個校長 你要花很多的腦力以及很多的體力去溝通 那我覺得這個年紀其實剛剛好 能夠乘上起下 事實上去做溝通的工作 那我自己也做過社科院的副院長 我也做過創國學院的副院長 其實大院小院它所碰到的問題我都知道 所有的政策一體適用 常常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那我的經驗剛剛好 可以讓我比較去看到不一樣的 我不會再去重複一個單一學院的經驗 我做的比較多的是跨領域的研究 在社會科學跟財經的背景 讓我學會要怎麼樣兼顧競爭力跟社會責任 那我也常常跟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合作 我做的很多事實上是台灣本身的問題 健保的問題財政的問題 這些成果其實都在國外發表 我希望能夠把台灣的經驗帶到國際 對我來講國際化跟在地化 事實上是可以共融的價值 那這些溝通與理解 這是校長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我在這次的過程當中 最大的一個感觸就是 政大的士氣真的非常低 很多的老師他們覺得 其實政大沒有辦法跟一般的中和性大學競爭 他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這次出來參選 很多人都在問說 為什麼是選擇長流政大水車共治作為口號 那我相信其實校長應該要像水車一樣不斷的運轉 勤跑基層 溝通協調 學校才能夠穩健的往前進 我希望我們的跨領域是以人文社會做一個樞紐 我希望我的國際化是以本土特色作為一個中心 我覺得這個才是政大的優勢 那校長就是應該要召集大家往這個方向前進 我們每天在政大爬山 我覺得政大有山有水 來這邊的國際學人都非常羡慕我們的自然生態 我在這次參選裡面 我對空間的規劃花了很多的精神 我希望能夠設立一個校園空間活化審議委員會 那我希望能夠把山上校區 當作事實上是一個重點的對象 對於已經畢業40年的 他們可能懷念的是所謂的四維堂 那對於現在的校友 他們記得什麼樣的政大呢 我們可以創造屬於政大百年的新認同 身為務實的經濟學家 我知道很多改變沒有辦法在四年之內完全達標 那短期可以看起來光鮮亮麗的結果 對政大不見得是一個好事 我要做的是為政大下一個百年 甚至是台灣的人文社會界其實去奠定團結與共識的基礎 我希望政大可以成為社會的良心 可以成為國家的大腦 可以成為世界的骨幹 在社會人文科學裡面去提倡一個共生的觀念 讓我們能夠團結 大家一起超越國界 超越學問 超越產學 透過這樣子把人連結起來 我們才能夠抬頭挺胸 面對社會 國家與世界 政大百年 我希望所有的政大人一起準備好 創造無遠佛界的人際連結 創造台灣領先世界的氣景 長流政大 水車共治 我是連協明 讓我們一起連結政大 這次參選校長 很多我很親近的朋友 聽到我要參選 他們的反應是 你怎麼那麼勇敢 你怎麼那麼想不開 那其實為什麼要參選 理由非常簡單 就是希望政大能夠更好 那就好像各位校友一樣 都希望政大能夠更好 那我自己跟我的太太 都是政大的校友 所以因為在政大就讀 後來在政大任教 當然對政大有很深的期許 與情感 所以如果因為我的投入 能夠讓政大變得更好 我想這樣子的付出 這樣子的奉獻 是相當有意義的 校長是願景的推動者 他就像一個船長一樣 要帶領大家前進 政大有11個學院 每一個學院的屬性 都非常的多元 而且有特色 我認為校長 必須要能夠傾聽 每一個學院多元的意見 匯集大家不同的想法 帶領大家前進 我在擔任院長任內 我非常重視 要能夠傾聽 協調 溝通 大家不同的意見 然後帶領學院 以和諧 團隊合作的方式 來前進 所以未來我當選校長之後 我會充分的發揮 我的行政經驗 跟我心理學的專業背景 成為每個學院 每個單位 最好的合作夥伴 我當選校長之後 要做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找人 我要幫助各個學院 各個系所 找到優秀的老師 找到優秀的同學 第二件事情 找錢 政大每一年校務發展的關鍵 是靠高教生根計畫 每一年大概是三億多 但是台青交成其他的頂尖大學 他們的金額大概有十幾億到二十幾億之多 所以我當選校長 我要積極的帶進外部資源 才能夠幫助政大積極的發展 第三我要做重要的事情 政大未來十年 有將近40%的老師借領退休 所以我當選校長之後 我要積極的帶領各個學院 要把更多的心力投注在 幫助新進老師提升教學跟研究 能夠達到卓越 這對政大未來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找人 找錢 做重要的事情 才能夠讓我們的校友 以政大為榮 其實我很感謝政大 因為我在政大遇到我的另一半 而且不只這樣 我的兩個小孩 從小就讀政大複色的小學 所以從小他們就是在校園裡面長大 政大簡單來講就是他們的program 所以政大對我而言 就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如果講到政大的學生 我觀察到他們有幾個特點 第一就是政大的學生普遍都具有人文關懷的精神 所以我也常常觀察到各個學院的學生 會投入在各類的志工的活動 包括投入社區去做社區關懷的工作 或者是會參加國內國外的志工的活動 第二呢我覺得政大的學生 也相當具有創新的精神 那過去我在院長的任內 我非常積極的鼓勵同學 能夠參加國際的經營競賽 那不只我們商學院的同學很熱衷參加 我也發現有很多學院的同學 也都很希望一起來參加 所以最近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們的中文系 經濟系 外交系 還有國貿系 四位同學 他們一起報名參加了全球知名的 獲特獎的競賽 結果他們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獲得了創業基金15萬美元 所以我非常以同學的創新精神感到驕傲 我期待五年後的政大 政大應該是一個場域 可以讓師生一起學習 思辨、共榮、冒險、創新 進而實現自我 所以政大每一年 有四千多位學生進到政大 我當選校長 我要讓每一個學生在政大 能夠找到人生的定位 而且有足夠的能力 實現自我的理想 政大對很多老師而言 也是安生立命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提供一個場域 讓老師之間或者是師生 可以一起思辨、共創知識 而且這個知識呢 是可以實踐在各個領域 展現專業的影響力 而這個影響力不只是在台灣 也在全球各地 所以我邀請大家 跟我一起打造新政大 讓政大不僅可以引領台灣 也可以引領全世界 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謝謝 各位來賓 在場的先生女士 還有我們線上的網友 大家好 我是政大新聞系校友孫曼萍 今天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個 當過去遇見未來 過去的學生遇見未來的校長 這場沙龍座談 這是由我們關心校務發展的 政大校友 一起來打造的這個平台 那麼我們主要是認為 國立大學校長的選舉 不只是校內師生一個重大的一個事件 也是我們社會大眾所共同關懷 而且也應該一起來關懷的一個事件 所以我們打造這個平台 第二個我們是認為 根據我們政大的校長選舉辦法 臨選委員會 在5月13號這一天 只有一個上午的時間 來聽取各位校長候選人的證件 他的理念 他的作為等等 我們認為時間可能比較太限制了 所以我們也願意為校務做一份心力 我們打造這樣的平台 讓校長能夠多一些機會 來抒發他的這個政見 那也讓我們臨選委員 也多一個管道 能夠有他做投票決定的一個 多一個參考資源 第三個我認為 政大是1927年在南京創校 然後是1954年在台副校以來 歷任了14屆校長 現在是第15屆選舉 那我覺得這次它意義不凡 因為我們是藉由校友的力量 來打造這一個公共平台 我們希望給大眾示範以後的 各校的校長選舉 都會變成一個 大家熱衷關心的一個社會議題 接下來我想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來參加沙龍座壇的 三位校長候選人 以及五位提問人 首先第一位是資科系的 李蔡燕教授 第二位是財政系的 連先民教授 第三位是氣管系的 蔡維琪教授 三位這個校長候選人的 競選理念 還有她的 製校的一些 作為跟想法等等 還有他們的學經歷 我們都有放在我們的 FB跟這個 YouTube的平台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做查閱 所以我們五位提問人 都是我們正大的校友 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就是我們是跨世代的 那從剛剛畢業五年的 一直到我畢業 我大概都已經 45年以上了 所以我們是一個跨世代 因為這就是一個社會的結構 而且我們也盡量找來 各個不同的領域的 不同學院的校友們 他們從現在的工作崗位 或者社會的參與裡頭 也看到了一個希望我們大學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藍圖 他們可能也有他們的想法 他們也蒐集了很多不同校友的意見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的打造 並不只是讓校長 談他的這個校內的製校理念 我們也希望將來的校長 能夠面對社會 他希望我們社會是怎麼樣 看待一個大學校長 我們社會對大學校長的期待是什麼 以至於透過校長 我們國立大學所訓練出來的社會人才 是什麼樣子 我們希望是提出這些社會性 共同關懷的議題 來請教三位未來的校長 那我再報告一下我們今天 另外就是我要再提醒的 我們有許多的網友朋友 也可以透過我們的臉書 還有我們的YouTube 在上面提出您的意見或者是提問 我們盡可能在下半場可以提出 向三位校長請教 那麼其他的我們會有專人會者 大致上是今天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的流程分上下半場 上半場我們有三位提問人 那麼現在我們就先一序來提問好了 那我們請第一位提問的是外交系的校友 劉施亮 孫老師好 三位候選人好 大家好 我是劉施亮 我想因為我從畢業之後一直在企業間任職 所以我想從企業的角度來詢問三位候選人 如果把大學視成一位企業 視成一個企業的話 那校長就是這個企業的CEO 所以我想請問三位未來執行長CEO的候選人 您對正大股份有限公司的願景Vision是什麼 你覺得正大的核心激增力又是什麼 謝謝 好 我們請第一位李蔡燕教授 好 謝謝主持人 還有劉學長的提問 很高興回答這個問題 我認為如果大學是一個企業的話 我們首先要問的一個問題 應該是說這個企業的產品是什麼 那我覺得大學的使命其實是在學術發展跟人才培育 這是兩個最主要的使命 所以我們應該問說我們產生出來的知識 是不是最創新的 我們產生培訓出來培育出來的人 是不是為社會所用 我覺得這是我們作為 假設大學是一個企業的話 最重要要問的兩個問題 所以我期許學校正大應該是一個 引領社會發展的人文社會大學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政大的競爭力在哪裡呢 我剛剛在影片裡面也提到了 我覺得我們政大的最大競爭力 來自於三個方面 一個我們有非常非常好優秀的人才 師生跟校友 以及他們所形成的這個美麗的網絡 第二個我覺得我們有非常完整的人設的領域 第三個我們有非常多元的價值 而這三個優勢 是不是隨著時間的改變 我們也需要進一步的強化 包括說未來應該更積極的去讓更多元的人才 可以進到政大來 第二個我覺得應該在現有的人設基礎之上 加入數位的元素 讓人設的領域的發展能更符合社會的需求 最後我希望我們的多元是發揮在最後的創新上 也就是我們能夠跨越創新 創造出新的價值 所以這是我覺得說如果我們是一個企業的話 我們應該去優化我們的產品 也就是我們產生出來的知識是可以為社會所用 訓練出來的人可以是為社會所用 以上 好我們請第二位蔡 林老師 謝謝 我想說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知道其實CEO很大的一個目標 事實上是在提升整個公司的價值 公司的長期價值這邊 我們就要問說 你接下來政大 事實上我們希望它變成一個更有價值的大學 那CEO要做什麼 我們知道一個CEO大概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就是說你要去討論一下 我們的願景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其實事實上是要去問說 那你要塑造什麼樣子的企業文化 第三個其實是要問說 那我們打算要怎麼樣子 把資源擺在這些上面 我覺得我們政大的 剛剛李老師其實已經講過了 事實上是我們要訓練所謂的一流的人才 然後我們再提升學術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我們的政大有兩個 我自己把它額外的部分 我把它講說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事實上是說 我們要做所謂的世界的人才 我們要訓練世界的人才 第二個其實我希望政大其實是社會的良心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政大其實是國家的大腦 我希望我們的政大除了說訓練人才以外 我們還可以發揮我們的社會影響力 那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 其實以我們工部門的連結 其實去創造所謂的國家的一些智庫 然後去改變國家的政策 那要做到這些 我希望政大能夠塑造怎麼樣的文化呢 我希望它能夠塑造一個事實上是一個開放的 事實上是一個跨域的 事實上是一個關心社會的文化 那在這個裡面我們可以在 這個比較開放比較跨域 而且事實上是在討論公共政策的環境當中 一步一步的去達成這個目標 那最後在做一個CEO其實最關鍵的是 你要把資源擺在哪裡 那我希望事實上是 我們可以事實上把這些資源 不要是在像過去一樣 就是說我們把學校每一個系所 大家都平均分配 我們應該要去檢討政大優勢的 像我剛剛在講的 其實我們的工部門連結 我們的這些人設的領域 我們這些所謂的資料的部分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的優勢 那我們應該要接下來把這些資源 我們擺在這些優勢的部分 一步一步的把政大變成是 我們想像當中 我剛剛在講的三個目的 所謂的世界的人才 社會的良心 而且到最後面變成是國家的大腦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第三位蔡老師 好 謝謝主持人 那謝謝學長的提問 那我對政大的願景呢 我覺得政大應該是一所被尊敬 而且有影響力的大學 那當然這個要從政大的定位來說起 那我想大家都同意 政大是國立大學 但是政大也應該被定位成 它是國際一流大學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兩個角度 去談影響力的展現 那一個就是在地的關懷 那另外一個就是國際連結 那當然這樣講還是有點抽象 所以我覺得其實影響力的展現 主要還是要靠我們的學術專業 跟我們的人才培育 那我先來分享一下學術專業的部分 我想這都跟我們政大的老師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如果要講幾個例子 其實我們政大有好多的學術專業 都被台灣社會各行各界 成為一個諮詢的對象 譬如說我們如果談到民主的選舉 其實有蠻多的征詢都會到政大相關的老師 或者我們談原住民從小學 國中到高中各樣的教材 其實就只有政大民主系 我們在做這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今天談這個 金融領域最重要的議題金融科技 我想政大一定是一個非常重要被諮詢的對象 所以我想我們的影響力的展現 其實是跟我們的學術專業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當然政大它要展現它的學術影響力 其實跟人才培育有關 那剛剛幾位候選人也都有提到 那如果我們去看一些統計的數字 其實我們在台灣社會各個領域 不管是法官檢察官或者是外交領域 或者甚至是金融保險 甚至是新聞的從業人員 其實政大所培育的人才所佔的比重 至少都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之多 所以其實我們對台灣社會的發展 跟我們培育人才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當然因應未來前瞻的發展 如同前面有一位候選人所提到的 其實我們也應該要鼓勵我們的同學 有機會國際移動 也就是說我們大部分的同學 還是貢獻在台灣 但是應該有一個比例的同學 畢業之後 直到全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貢獻者 那另外我也觀察到 其實政大不只是培育本地生 其實我們還有一定的比例是培育外籍生 所以怎麼樣能夠幫助外籍生成為台灣 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最近我們也觀察到 有一些外籍生投入在我們台灣 有做全球布局的企業裡面 成為重要的貢獻者 我覺得這個也是政大 未來可以積極發展的部分 以上謝謝大家 好 謝謝三位 我們這是第一回合的 那麼我們接著請第二位提問人 法律系陳昭龍校友 是 謝謝三位候選人以及老師 那我是政大法律系的校友 聽得到嗎 OK 那我現在想要提問的 其實是比較具體的一個問題 就有關於如果政大 不管他是CEO也好 校長是CEO也好 或者是今天是一個執政者也好 你們心中的預算藍圖 到底是什麼 因為預算藍圖 涉及到你的來源 你的去向 你要怎麼規劃 或者是說未來有什麼想像 我們利用我們的預算來執行 那這個方面呢 涉及到整個將來的布局 那我希望說請我們未來的校長們 能夠給我們一些想法 讓我們來知道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 林老師第一個回答 好 謝謝主持人 那也謝謝陳律師的提問 我想說其實在政大目前的預算 我們一年的收入大概是43億 然後我們的支出大概也是43億 那在這些支出裡面 我們大概其實有七成左右 都是人事費的支出 那真的用在所謂的業務費 大概是不到10億 那我必須要講 其實政大的人事支出 雖然說我們看起來很高 可是相對上面 因為我們的支出 在這些人事上面的待遇 並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人事的流動率是很高 所以接下來其實校長要面對的 我想要在截留的部分 可能還要 要怎麼做那個 能夠真的省下來的 可能並不是太多 那我們的43億的收入裡面 其實扣掉了一些 我們學校的業外收入以外 大概有差不多 31億左右 其實都是來自於教育部 那我們知道國立大學都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有大概10億左右 事實上是來自於我們的學雜費 可是這個學雜費呢 受限於教育部 我們也沒有辦法繼續的增加 所以我自己在花了一些時間 去了解學校的財務了以後 我覺得現在學校裡面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怎麼樣去增加 所謂的自由財源 那政大一直在這個部分 一直面對著這個預算上面 我們很難去創新 那在自由財源的部分 大概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所謂的募款 另外一個部分 我自己在看是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活化學校的資產 那我先講募款好了 其實很多在我這次來 大家都在問說 那你到底具不具備募款能力 你到底接下來 有沒有能力這樣 那我必須要講 我事實上也是財經專業 我自己也做過所謂的公股的讀懂 所以大概財經的人脈我們有 可是其實我一直要強調 募款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 我們要增加募款以外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想想看 其實想辦法去增加 所謂的小募款的比例 讓它變得比較穩定 它才事實上可以讓學校去規劃 這個比較長期的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的 這個學校的一些資產 我們學校裡面 例如說我們的公企中心 例如說我們的這些 顏總或者是說我們的 這個圖書館 達成圖書館 這些能不能夠讓我們去發揮 我自己有一個估計 假設我們每一年能夠增加 大概兩億的自由支出 自由收入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拿這個裡面 其實去徵聘一些老師 增加我們的業務費 讓我們的學生 事實上能夠有比較好的一些 老師跟學生能夠有比較好的一些收入 謝謝 好 接著下來請蔡老師 好 謝謝主持人 那剛剛提到那個預算的欄圖 我想最重要就是收入跟支出 那我們的收入跟支出呢 大概是44億左右 基本上是收支平衡 那收入主要呢 學雜費大概是10億 那教育部的補助16億 那另外呢 建教合作 推廣教育 捐贈 其實我們並沒有很多 所以未來增加收入 當然是跟增加建教合作 推廣教育跟增加捐贈 其實有密切的關係 那支出的部分呢 主要將近六成是在用人的費用 那其他像給院系所各樣的這個 例行的經費 設備費 那另外還包括學生的 獎補助費用等等 基本上是收支平衡的狀態 但是呢 校務發展最主要的關鍵呢 其實是跟教育部提供的 高教生根計畫有關 大概是3億多 但是相較於其他的頂尖大學 他們的高教生根計畫的金額 大概是十幾億到二十幾億 所以政大的發展 其實受到蠻大的限制 那這個跟我們能不能爭取更多的外部資源 其實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未來的校長很重要的任務 是要帶進外部資源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談到說怎麼開園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 當然就是要 妥善的經營校友的連結 因為校友在過去一直是我們政大 很重要的外部資源的一個支持者 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另外呢 不管是大額的募款 或者是小額的捐款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是兩者 齊頭並進 那大額的捐款 當然是配合學校 或者是各個學院的特色 那由校長發揮他的募款的經驗 那我也特別跟大家講 在我院長任內 我帶進外部的資源高達1億9 所以事實上 我有蠻多的經驗 未來當選校長 可以在這個部分提供更大的協助 那是幫助全校的校務的發展 那另外呢 當然積極的鼓勵支持各個老師 能夠去爭取各個部會的委託計畫 那當然這個是包括高校生根計畫 還有其他的競爭型的計畫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產學合作計畫 政治推廣教育 那推廣教育會跟我們的公企的經營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未來的校長 一定要有足夠的能力 能夠有效的經營公企中心推廣教育 那當然最近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我們在桃園也爭取到一塊地 那個即將成為公企的分布 所以怎麼樣積極的帶領各個學院 在桃園也經營公企中心 推廣教育的分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節流呢 我是想到應該要積極的推動 永續校園的環境 包括節能 包括節水 各樣的努力 我們都應該要積極的做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謝謝大家 好 謝謝蔡老師 我們接著最後一位 好 蔡燕李教授 好 謝謝這個提問 我覺得學校的 我就有所知道 學校的收入大概可以分成四份來看 大概有二分之一 就是有兩份是從教育部的補助 其中有一份是我們的學雜費的收入 另外一份 這是由其他的收入 那支出的部分呢 我們大部分的支出的確 我們把它分成五份來看的話 大概有三份是用在人事支出上面 另外還有一份是用在一般我們的行銷總管 就是一般的業務費 另外一份用在我們的資本的投資 或者是補助上面 所以這個是大概正大的支出的支出跟收入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過去 以我過去參加學校的校聚會的經驗來看 學校裡面用學校的校務基金 能夠每年能夠拿來做校務發展的經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兩三千萬 所以學校的發展 整個學校的發展 大部分都是需要靠更多外部的資源來投入 特別是在像高教生根也是這樣的計畫 除了高教生根計畫 當然有很多政府的資源 這政府的計畫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爭取的 所以在開運方面 除了剛剛提到的爭取高教生根計畫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其實是我們資產的活化 包括新的工期中心 或者學校裡面很多的空間的活化 從推廣教育裡面也好 或者是從空間的活化裡面 去創造更多的收入 第三個部分我想大家都提到的 募款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募款其實最重要 要能夠成功 其實除了我們有很好的校友的連結之外 我覺得我們需要設定一個很好的 根據我們的教育理念去設計很好的 募款的標的 更重要更重要 我個人認為是很多的校友捐款 他不是不只是因為要捐給學校 其實是要捐給校長 他是希望能夠 他相信這個校長可以拿到這筆錢以後能夠善用 所以我覺得對於校長的信任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我個人過去其實在很多的場合裡面 我相信都能夠獲得校友們或者是師長們的信任 所以我相信我未來應該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得更好 另外在除了開源之外 我覺得是節流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難得爭取到的這些經費 應該最重要應該是想辦法如何讓他 能夠把這些經費用在刀口上 所以除了維持學校的穩定的發展 一般性的預算之外 我覺得爭取到了更多的發展性的經費 應該優先投入到我們人才的 讓好的人才可以進到政大來 人才的這個 讓這個招募 另外更多可以用在 用在研究的發展 以及資本的投入 以上謝謝 好接著下來我們請第三位提問人 就是資科系校友 請 大家好我是102級資管系畢業的毛請 那距離畢業到現在不超過五年的時間 所以我可以很清晰的去回想 以前在大學的時候我們最關心的是什麼 那我永遠記得我們常常 一群人聚集在羅馬廣場 討論的呢就是哪一家公司有實習的機會 哪一家公司來政大辦實習的講座 或者是一些開課這樣子的事件 其實我會發現大家最在乎最關心的 就是 現在業界發生什麼事 趨勢的變化是什麼 業界需要的人才長什麼樣子 所以想要請教各位大學長們的是 在政大與業界接軌這件事情上面 你們覺得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或者是你們的想法以及期待是什麼 謝謝 我們現在請第一位蔡維琦 蔡教授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校友的提問 那關於這個問題呢 首先我們要先留意 其實政大有不同的學科 有一些學科的屬性是比較應用取向 但是也有不少的學科是比較基礎學科 譬如說文學院 外語學院等等的科系 所以我們從這兩個角度來談 業界接軌的做法其實是略有不同 首先我們先談蠻多的比較應用的學科 不管是教育 商管 傳播 法律等等 其實有很多的做法 我們都可以做得更積極 那譬如說剛剛提問人提到的 譬如說我們跟外部機構合作開課 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可以更積極的推廣 那包括怎麼樣能夠課程當中 引進更多的業師 或者是推動 不管是實習 實務專案 或者是社會實踐計畫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重要 那另外怎麼樣更系統性的來導入職癌發展的各樣的活動 譬如說職癌的導師 我知道有一些學院科系有做 但是學校裡面還有蠻多的學院跟科系沒有做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帶來很大的幫助 或者是像職癌諮詢顧問這樣的系統性的做法 我都覺得可以對於同學跟實務接軌的學習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那當然我覺得比較需要再更著力的是針對這些基礎的學科 那首先我覺得應該要積極的鼓勵這些學科 能夠去進一步發展跨領域的學程 譬如說我知道中文系最近很積極的在討論一個叫做應用中文學分學程 也就是把中文的知識能夠進一步銜接到傳播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跨領域的學程的基礎之上 再進一步帶進實習計畫 譬如說策展這個公關公司等等的這種 更能夠幫助實務學習的一些實習計畫 那我相信對於這些基礎學科的同學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以上就是我簡單的分享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李蔡燕 李教授 好 謝謝校友的提問 我覺得產學合作這件事情 其實在不同時期對於大學有不同的意義 在這個時間點我覺得特別的特別的重要 那就政大為例 我們的產學合作的對象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不只是產業而已 更包含我們的政府 所以產學合作的對象事實上是更加的寬廣 我們在產學合作上面的確還有很多可以加強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個之所以要加強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需要去增加更多產業界的人 願意到學校來授課也好 演講也好 它的誘因 特別是應該要鼓勵產業界的業師跟學校的老師能夠共守 也就是說不只是請產業界來兼課而已 老師應該也要參與在這個課堂上 才能夠一起成長 才了解產業的問題 能夠把自己的學術知識轉化到 在產業界可以來應用 所以我覺得說應該要提高這個誘因 提高業視能夠到政大來授課的誘因 同時也能夠提高老師們參與這樣子的活動 參與這樣課程的誘因 比如說在升等或者是在評鑑的制度上面 能夠把這些因素考量進去 第二個部分就是學生的部分 就是如何提高學生參與這樣子的活動的誘因 我相信現在的學生其實對參與實習 比以前更加更加的積極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我們學校應該有個完善的制度來保障學生 在實習過程當中獲得的這個保障 讓這個實習能夠更加的扎實 所以學校應該扮演的角色 應該是嘗試的去讓這個實習的媒合 學生的權益能夠受到保障 未來能夠讓同時讓這個學生 在未來在就業的時候 能夠得到更好的媒合的機會 同時我們也希望 如剛剛前面蔡院長所講的 這個夜市們也可以扮演 執押導師的工作 讓這個學生未來在執押的發展上面 能夠更了解產業的需求 特別是對於基礎科學的 基礎的人文也好 或者是基礎科學的領域 我們希望這些領域的學生 也能夠在這個求學的過程當中 能夠把自己的知識能夠做轉化 參與很多跨領域的學成 讓他們的知識可以進步在 在未來在資產上可以被應用 以上 接下來我們請第三位 林老師 好 謝謝 我想前面兩個老師也講了蠻多了 也就是說到底要怎麼樣子 讓學生能夠更清楚了解業界 特別是在畢業之前 其實對業界的環境就有一些熟悉 我想必須要說的是說 在這邊 例如說我在社科院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學生 事實上去公部門服務 可是其實這些學生 在進入公部門之前 對公部門事實上都不了解 他們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氣 在準備國考 然後可是到最後面 他們要到哪裡 他們其實都不知道 那我就一直希望鼓勵他們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有比較多的機會 讓他們在準備考試之前 他們先去公部門裡面 其實事實上去實習 去了解 也對他們將來的工作 他們有一些些先能夠有一些準備 那才知道說 對未來這些工作會不會合適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除了說剛剛在講的企業界以外 我覺得很重要的事實上 是這樣在公部門 甚至說其實在我們服務的創國裡面 那我們也有一些學生 想要去國際組織 那我們最近就在想辦法 幫他們去找去 國際智庫的實習的經驗 讓他們將來的時候 他也可以去了解說這個 那第二個部分是在講 就是說怎麼樣子能夠讓 除了學生出去以外 怎麼把外界的力量把它帶進來 那剛剛其實老師 幾位老師都講到了 就是說在夜師的部分 然後在課程 那我想講兩個部分 就是說第一個是學校的行政 要能夠去讓這些夜師能夠進來 我們事實上有一個在學院裡面 我們在找一個是在 他在UN有實際的執行經驗 那他是一個律師 那就為了說要證明說他有足夠的工作經驗 那因為他們是律師 所以他不是在一家企業服務 所以我們就要去拼湊 他一定要到多少年的經驗 然後我們要求他把過去 所有在UN的contract都要寄給我們 結果到最後面 那個律師到最後面跟我們講說 你們是不是不信任我們 不信任我們你就不要開課 那學校第一個部分 我覺得在講這之前 我們要先解決行政的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說 在課程的設計上面 那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讓他進來 那我們就跟 讓他跟一個在國際法的老師搭配 讓他也可以去了解說 其實理論上面的演化是什麼 那可是這個老師也可以告訴學生說 實際上面在國際實務 在人道的救援裡面 你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很實際的 去考慮這個東西 我們才能夠把外界的資源帶進來 也讓學生去了解外界 謝謝 好 謝謝三位校長候選人 謝謝提問人 那接下來到四點鐘以前 進行我們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我們全體交流討論 那我們五位提問人 可以提出任何的問題 或者追問 那麼請問題限制在一分鐘以內 那麼也可以就 某些校務也提出他們的意見 這是提問人的一些特權 那請在提問人也是兩分鐘之內 能夠回答 那也可以指定你希望哪一位 哪一位回答或者說三位 能夠回答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哪一位 先開始 好 我們那個劉校友 是 謝謝三位 剛才候選人非常精彩的回答 那我比較有另外一個問題 比較關心的是說 其實我們在政大有一個公器中心 那我們的公器中心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老實講 我沒有感覺到 它發揮它應有的一個影響力 那請問三位候選人 對於公器中心 未來的想像是什麼 那除了傳統上 我們說它其實是拿來 甚至做未來教育等項 或者是甚至於 它其實有充實資金的來源 的想法之外 我們怎麼樣 讓它發揮出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這一點我想要就駕駛於三位校長的候選人 謝謝 就從我左邊開始這樣順序好了 好 我想在勾進中心的時候 這個部分在剛出設計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發揮兩個部分 一個是企業 一個是公共事務的部分 那只是說在後續的整個演化了以後 變成說我們其實發現它好像就是在 做所謂的推廣教育 而沒有其實發揮說 它在公共政策上面的一些那個 那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其實去重建 那我們事實上在社科院 其實我們有在跟 像說有很多老師事實上 跟文官學院這邊其實有很多的連結 那我們希望說 可以把這部分的元素把它帶進來 然後政大一個很重要的 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 我們在公部門當中 事實上是有很多的 老師有很多的學生 我們應該要想想看 我們去發揮這些影響力 然後透過這個東西 其實不光是證明給大家這些來看說 其實政大的 就是老師學校的優秀 而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實際在影響政府的政策 那這樣子我才覺得說 我們才可以說 我們事實上是個國立大學 我們有善盡我們的社會責任 然後我們有發揮我們的社會影響力 謝謝 李老師 好 的確工序中心是政大一個非常重要的資產 就是未來在經營的時候 我覺得工序中心跟其他學校的 所有的退廣教育應該能夠有所區隔 除了是這個空間作為一個會展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聚集於人氣的一個場地之外 我認為在推廣教育的主題上面 也應該設定成是在企業或者是在政府高階的 不管是在金融語言或者是政府治理等等各方面 高階主管的培訓的一個基地 就是只要想到政府也好或者是企業也好 想到要把高階的主管要去培訓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就會是政大 所以我們必須去引領 就是所有在企業或者是政府在治理上面 所有需要新的知識 我們都能夠在這個地方提供非常好的 跨領域的師資 提供這樣子的資源 讓所有人想要高階主管想要進修 都能夠到政大來 政大那個公器中心的環境也可以變成 是一個最佳的一個會長的場域 以上 蔡老師 謝謝 那個公器我覺得很重要 它要發揮的功能就是推廣教育 因為政大畢竟是教育單位 所以怎麼樣能夠提供給更多的民眾 能夠有接受進修教育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因為我們畢竟是學校的一個重要的平台 所以當然要帶動各個學院的力量 在那邊去進行推廣教育 所以譬如說教育學院也有很多針對校長的一些班別 或者是法律也有一些法律的學分班 或者是這個企業經營管理的 甚至各類語言課程 所以因應新的時代我們可以有一些全新的組合 那像譬如說很多高階主管外派 他們都需要用到各種不同的語種 那其實是跟外語學院有密切的關係 而且高階主管不只是要學經營管理的職能 像一個企業的老闆CEO 有時候要有一些經營的哲學 所以其實我們哲學系有不少的老師 是在鑽研這一個部分 所以把我們過去的專業有效的組合 藉由推廣教育展現影響力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那個平台還可以有更直接更積極 展現社會影響力的機會 譬如說舉辦一系列的有影響力的論壇 像我們在人文的部分 政大一直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那個平台是可以好好的使用 那另外像各類的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可以把握的機會 當然最新的發展 因為有國際金融學院即將進入工期 它能夠帶進更多的 跟各個學院緊密連結的產學合作計畫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還有人要提問嗎 周老師 校長好 我是41屆教育系的校友代表 我有一個有趣的問題要請教 我們鄭大校長歷年來都有成為教育部長的案例 前面幾位鄭校長也好 吳思華校長都是後來被研攬作為教育部長 那我們還有一位校長 我要請問就是說你們接下來 如果當選成為政大第15任的校長的時候 你們能不能夠保證做滿至少八年 然後呢政府如果有意要延攬你們入閣 成為教育部長等等官員的話 你們能夠抗拒說no 我把我的任職做完 就是這件事情 謝謝 很好的問題 我們先請李蔡燕老師開始 好 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是需要做出承諾 我個人其實在教育部服務過 我對於整個高教的發展 其實也非常的熟悉 但是我覺得在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我還是願意把我未來 在我退休之前的這段最好的時光 我希望貢心給政大 謝謝 好 蔡老師 謝謝老師的提問 我想以我們的年齡呢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爭取做兩任的校長 那其實過去幾個月拜訪校內各個單位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接下來的校長 應該要能夠在溝通傾聽 這一個部分能夠做得非常好 那就表示我們的施政應該要以穩健為主 所以以八年的這個角度來規劃 我覺得是非常適當的 這樣我們就不用急著好像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要去推動各樣的政策 所以有時候在溝通這個部分 就會有一些疏漏 那特別是校長我也感受到一個大家的期待 不管是這跟老師之間的溝通 跟行政人員的溝通 甚至跟學生代表的溝通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政大呢 其實一直有非常多的優秀的師資人才 是能夠被國家所援覽的 所以當然既然出來參選校長 就努力的把校長的工作八年把它做好 那當然政大有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老師們都能夠對國家的政策帶來正面的影響 所以如果有機會入閣 那能夠幫國家能夠有更大的貢獻 那我個人也是覺得樂觀其成 謝謝 好 連老師 會連結到教育部去嗎 我想 其實我這一次出來很多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為什麼會想選校長 然後你為什麼這麼年輕想要出來 那我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常常就跟很多人講說 事實上我在政大也二十年了 那我想有一些東西 我其實一直在拜託各個校長 過去歷屆各個校長 我說能不能把整個校園變漂亮一點 我們真的政大有山有水能夠這樣 能不能夠學校裡面有多一點連結 讓我們可以去做在某些地方 然後大家可以去聊聊天 有一個咖啡廳 有一個餐廳 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這些連結去發展跨領域 那能不能夠其實我們讓政大的學生 更有國際化的一些視野 那在這個裡面 事實上我過去十年很多都在做國際化的 那我也看到說其實事實上在這過程當中 大家都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到最後我就覺得說 好吧 那乾脆我自己來試試看 能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我也知道做好這件事情不簡單 所以我本來的預設就是 我覺得我只是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我也沒有再想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那我希望事實上是可以用一段時間 把我自己在過去當中 一直去拜託很多校長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在這段時間 我能夠把整個政大的 大家覺得可以一起做的 我們把它一起把它做好 那這是我事實上想做的事情 謝謝 對 我們這個有影視做這個證明 我們接下來還有沒有要 就這個問題要做延伸的 或者說你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要提問 毛晴 我想說上半場的時間應該差不多 我提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 大家應該知道政大現在最有名的是什麼 熊鷹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今天特別穿了熊鷹冠軍T來 所以也想要請問各位政大候選人 就是校長的候選人 你們對於熊鷹有沒有什麼看法 那有沒有其他的體育賽事 會想要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這個也想請問各位 謝謝 我們先從蔡老師好嗎 好 謝謝 其實我覺得熊鷹球賽的意義 基本上就是校友的凝聚力 然後大家以政大為榮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身為校長 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校長所有的努力 其實就是要提升政大的聲譽 然後讓校友以政大為榮 所以我覺得重點 可能有一部分是在熊鷹 但是我認為還要積極的推動 其他我覺得也是有能見度 有影響力的事情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不管是在人才培育 或者是老師們的學術專業 能夠對國家社會帶來引領的作用 我覺得這一些都是一個校長 都要把它放在心裡面 那更多的努力讓校友以政大為榮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部分 謝謝 好 李老師 其實我自己有去看熊鷹的冠軍賽的時候 我其實也有過 對 然後我其實覺得 我自己在走訪整個政大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政大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其實是大家對政大越來越沒有認同 那為什麼我其實花很多時間我在講說 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比較漂亮的校園 我希望能夠增加學生的 對整個政大環境的認同 空間的認同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透過熊鷹 其實去提升整個政大人其實對政大的認同 那我假設事實上真的做校長 我們其實我覺得我們校友真的在做這些上面 他們事實上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去提升整個政大的認同 那我們假設可以的話 我們事實上除了男籃可以拿冠軍以外 我們的女籃也可以拿冠軍 而且我們也應該要事實上往這邊去透過這個東西 其實去宣傳政大 透過這個東西其實去連結政大 最重要的是透過這個東西把這個廣大校友的這些 他們的過去其實跟政大的活動連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樣才能夠帶動說不論是過去的 不論是現在的甚至未來的這些學生都能夠開始在認同政大 開始事實上願意一起來幫助政大 謝謝 好 我們還有好像講到熊英我們就 還有一位對不起 好 謝謝 我覺得熊英對於我個人 我其實是也參加過好幾次的參加過熊英的比賽 籃球賽 籃球賽 是 我個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就是在不管我們有沒有獲勝 特別是獲勝的時候我想那一刻是影響 讓所有政大人的心能夠凌聚在一起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認為熊英對政大來講 除了是校友的認同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大家所一致肯定的 未來應該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讓更多 辦更多的活動 包括我們的精選獎也好 或是我們的新生杯的合唱比賽也好 其實都是所有政大人在政大過程中一生難忘的回憶 所以我們應該有更多類似這樣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凝聚在一起 不只是凝聚在校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小的研究團隊的行程也好 教學團隊的行程也好 我覺得都是凝聚大家相信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覺得就熊英特別來講 我覺得另外一層的意義其實是在身心健康 也就是說我們在學校裡面的不管老師或學生 其實除了追求知識之外 學習知識 創造知識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應該是身心的平衡 所以如果能夠在學校裡面養成大家運動的風氣 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 然後在身心上面能夠維持一個很好的平衡 我覺得才有一個好的未來 那我覺得生活的平衡 如果知道讓學生如何知道自己在這個未來的世界裡面 如何去自處 能夠養成一個知道怎麼生活的一個這樣的習慣 我覺得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謝謝 好 我們大概還可以再提問一個問題 OK 我想既然提到熊英了 我接著再繼續問一下好了 因為有幸跟江學長共識 然後從熊英一開始就參與許多活動 所以政大的熊英籃球隊 從一開始大家質疑不被看好 到今天二連霸 其實中間有非常非常多辛苦的 點點滴滴不為人知的事情 那我想趁這個機會 就問一下比較更實際的問題 請問一下三位老師 就是如果您真的當了校長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有許多的 到今天為止許多的系所 仍然還不願意招提寶生進來 所以當年有想張學長 花了相當多的精神 相當多的精力 說服 恳求學校接受提寶生 那如果您當了校長之後 還可以給你求你什麼更多的幫助 讓我們吸引更多的更悠久的提寶生來學校 謝謝 好 那我們請連老師先開始順序 為什麼打籃球呢 年輕的時候打籃球 我打 喜歡看 我是西代表隊 我是西代表隊 我打新生盃的 打冠軍 我國中畢業 國中的時候下課 最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打籃球 好 其實講這個蠻巧的 昨天的時候熊英的總監才來我們創國 在那邊跟我們討論 最主要是他們有一些海外的學生 然後他們想要吸收他們過來 過去其實上市都是社科院的民主所 跟傳播學院在幫忙 可是這些學生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的中文可能沒有想像當中進步得那麼快 然後要接受中文教學的時候 他會碰到很多問題 那於是他就跑到我們創國學院來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在討論 就是說因為我們事實上有相當比例的都是英文教學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東西 事實上來幫助學校 所以我們就在跟他們講 就是說那要怎麼樣子來合作 那我們也當然是希望說一方面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讓更多的他們可以找到更好的球員來 可是一方面我們也跟他們講說 我們也希望你們可以透過這些球員 來幫我們創國學院宣傳 讓更多的外籍生能夠知道這個學院 然後也這樣子 那我們昨天才開完會 其實我們錄取了他們三個球員 事實上我們也希望這些球員可以來政大了以後 他們也能夠適應政大 也能夠透過他們讓宣傳政大 也讓宣傳我們的學院 謝謝 好 老師 我覺得政大的核心價值其中一個 是我曾經提到的多元價值 我覺得多元對政大來講其實是 不只是我們有多元價值 而且多元本身就可以創造價值 我覺得不管是國際生也好 或是體保生也好 就是都是在政大裡面創造一個 價值的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的校園裡面 如果能夠跟我們現在 社會上的環境是一樣的 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這本身就可以創造一個非常好的 學習的環境 讓學生在學校的時候 就知道說世界上也好 或者社會上也好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他們有各種不同的專長 我們就應該讓這些人都有機會可以發揮 我過去曾經在我的課堂上有兩位 雄音的學生來修課 在這課堂上其實我會發覺這些學生其實 或許在有些能力上面 未必是跟一般的同學一樣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給他機會 讓他在他擅長的地方 比如說他在課堂上 他也開了一些工作方 讓學生一起來做運動 這個大家就可以跟他們建立非常好的關係 從而以後就建立起很好的關係 之後大家一起學習 這個很好的這種 具有包容性的這種學習的環境 其實是我覺得政大裡面應該要去營造的 反正道理其實不只是體保生 我們的國際生也是一樣 我們應該要營造一個對 在校園裡面非常非常友善的包容的環境 讓所有的學生在這個地方都能夠找到 他自己的定位 然後也能夠欣賞別人的優點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印象中的政大 謝謝 好 蔡老師 好 謝謝剛剛學長的提問 因為學長是問到說 當選校長之後 怎麼樣更具體的支持 那我知道其實我們經營雄英很重要的 就是引進優秀的體保生球員 那球員他其實會考量說 他到底是要到有體育科系的大學 還是到像政大這樣沒有體育科系的大學 所以其實有一些優秀的球員 其實他們會考量這一點 那我知道說那個體育室他們積極的在推出一個 叫做體育產業的相關的學程 那其實就是能夠幫助以後這一些球員 畢業之後當然可能有一個比例是往職業的路去走 但是當初他們選擇政大可能還有另外一個考慮 就是我不一定是往體育職業球員 但是我可以往體育相關的產業發展 那我覺得政大是蠻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政大在傳播在商館 能夠有效的結合體育這個產業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當選校長之後 我會積極的支持這個相關的學程的發展 謝謝 好 謝謝三位校長候選人的回答 都非常的精彩而有趣 尤其是講到熊音的時候 每個人都非常臉上發光了 那我們今天的上半場就進行到這裡了 當過去遇見未來 過去的學生遇見未來的校長 這個沙龍座談 是由我們一群關心政大校務發展的校友們 所打造的一個平台 因為我們許多的校友都認為 校長尤其是國立大學校長選舉 他不但只是師生所關心的 他更應該是也是我們社會大眾 包括我們眾多的校友 家長還有關心高等教育的社會人士 都是非常關心的 同時我們也認為 根據政大校長的選舉辦法 我們的校長臨選委員 他們蒐集在投票這段時間 都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們願意提供這些臨選委員 另外一個資訊平台 讓他們有更多元的資料蒐集 而投下他們最寶貴的一票 所以我們舉辦了這樣的一個沙龍座談 今天我們邀請了三位校長候選人 分別來自資科系的李蔡燕教授 財政系的連協明教授 還有氣管系的蔡維琪教授 有關於這三位校長候選人的製校理念 還有他們參選的動機 以及他個人的學經歷等等 我們都有放在FB 還有YouTube的相關平台上面 您可以去查閱 今天我們有五位提問人 都是我們正大的校友 分別是來自外交系的劉詩亮 法律系的陳昭龍 氣管系的毛琴 教育系的周祝英 以及教育系的林雨山 我們除了就師生所關懷的議題之外 也會提出我們許多社會大眾所共同關心的 包括今天這個當下 大學校長他該有的領導人特質 以及他的想法跟作為 他的領導統一方法 也包括未來我們的大學 需要培養出什麼樣的社會人才等等 我們都會就這些議題 向三位校長候選人提出請教 討論跟交流 好接下來我們就繼續進行 今天的下半場沙龍座談 接下來我們進行下半場的座談 我們首先請第四位提問的校友 周祝英 周校友 校長候選人好 大家好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大家的就是 我在政大已經經歷了差不多有六位校長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也很仔細地觀察 因為沒有一位校長能夠單獨的 做好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團隊 那所以我就在好奇的就想了解 就說校長們將來的團隊 是從院系的調整 平衡 還是從性別的角度 因為我們政大的女學生 早就超過男同學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頭我就很好奇 就是將來校長們在使用人才裡頭 怎麼樣組成你們的團隊 對 那我記得有一年我參加 校長的臨選的委員當中 我發現到有八位校長候選人都非常的優秀 而且他們對於學校的效務非常清楚 可是當新的校長選出來之後呢 竟然沒有一位候選人被納入他的團隊裡頭 我就覺得這一點非常的可惜 那我希望校長候選人能夠針對這個 您的未來的團隊的這個集合 就是邀請的這個標準 還有他們的各方面的才能 怎麼樣去邀請他們 我希望對這個問題能夠有所了解 謝謝 我們請第一位李蔡燕老師回答 是 我完全同意 校長不是萬能的 就是校長其實 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校長可以領導我們 但是真正在執行校務治理的時候 其實需要一個很強大的團隊 一個相信力非常強的團隊來治理政大 那我過去其實在政大已經27年左右的時間 我發現我過去以前在擔任行政的時候 我曾經把學校裡面的電話簿拿出來看 我發現說裡面大概有七成八成 甚至八成的這個老師 我大概都認識 換句話說 我相信政大有其實非常非常優秀的 各種領域不同的人才 將來其實有機會 都可以到為學校來服務 我心裡面當然有一個非常 非常長的一個候選的名單 但是我在這個名單裡面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加入行政 做行政本身其實也是一種能力 所以它必須 第一個我覺得應該要有共同的理念 也就是這個 它的理念必須要是一致的 價值觀必須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必須要有團隊精神 第三個我覺得需要有溝通的能力 能夠希望能夠跟我自己的情緒 我自己能夠跟我團隊一樣 將來都有非常好的溝通的能力 而且必須要有行動力 能夠把想法做成是方案 當然每個行政主管都必須能夠獨當一面 我一直覺得未來的政大 不會是我一個人想像的政大而已 而是大家共同想像的 只是這個價值觀大家必須要同步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每個主管都能夠獨當一面 有自己的想法 能夠去落實這樣的個別的想法 未必一定是以我的意見為意見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個人的未來團隊組成的最重要的 考量因素其實就是用人為才 只是只要是能夠符合剛剛前面講的這些 我覺得都應該可以有機會 邀請他一起來努力 剛剛周老師提到的 有關學院或者領域或者是性別上的評論 我覺得也相當重要 只是說這個考量會是在第二個層次來考量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強調剛剛講的 在價值觀上面或者是在執行力上面 在第二個層次 能夠有更多的老師來自於不同的學院 讓人可以更了解不同學院的需求 那不同性別我想也可以平衡 這些在決策過程當中可能有的偏頗 我想這個是綜合考量的結果 三者都是一樣重要的 以上謝謝 好 我們現在接著請連老師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 我想在這個裡面 其實大概就要先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我希望事實上是 這個未來的團隊他們著重的到底是在哪裡 那我本身事實上是覺得這個未來的團隊 我希望能夠有四個部分 就是說第一個我希望能夠溝通 第二個我希望能夠多去跟各院協調 第三個我希望這個團隊之間能夠彼此合作 第四個其實很重要的 我希望能夠講求效率 開會的時間要短 那在這個裡面其實剛剛那個我想李老師都講過了 我希望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組成的團隊 事實上是第一個就變成是 要跨領域之間的合作 所謂的跨領域都不是說這樣 而是說每一個行政的老師 他事實上有自己比較擅長的地方 那我們目前其實碰到的問題 通常事實上都需要不同的跨領域來合作 那我們在創國裡面 因為國際生的招生 國際生招生 你大概會覺得這國合處負責的 可是其實也不是 因為他會碰到所謂的教務處 然後接下來他還會碰到 事實上在我們的裡面 其實非常多的學務處 因為要心理輔導要宿舍要做什麼 那假設這個團隊之間 大家都事實上是不太願意合作 我覺得很難其實把事情做好 那第二個其實我講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的必須希望在這個裡面 能夠大院小院都有不同的人 那在政大裡面 因為自己的學院出身 常常都會以這個作為一個標準 可是事實上在這次看的時候 政大的學院有大到像說 商學院150個 也有小到其實像我們創國 事實上只有五六個老師 那在這個裡面 大家的之間的價值的差異 大家的需求 大院可能他們擔心的是錢花不完 小院事實上是沒錢花 所以在這些上面 我覺得你要能夠從不同的心思上面 其實去著手 大家才能夠的去找到一個方式 事實上是協調 那第三個我想說 剛剛那個周老師也講過 其實政大裡面事實上女生的比例比較高 然後我們的老師事實上是男生反而比較多 所以我們其實一定要做到一個性別上面 最少都單一性別不要少於三分之一 那我們才能夠達到這樣 那第四個我其實希望的是做到一個 是所謂的世代之間 因為我很講究效力 可是我覺得效力其實是來經驗 你一定要有一個經驗的代表 可是也不能夠全部都是說非常資深老師 因為資深老師相對上面都會根據他的傳統 我們還是要有之前的老師來 他們比較有活力 他們願意改變 那這樣才能夠組成一個又有活力又有經驗 然後有效力的團隊 謝謝 好 第三位蔡老師 好 謝謝主持人 那我們政大現在總共有11個學院 那學院的屬性其實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如果談到學校的組成的團隊 我覺得應該要能夠來自不同的學院 或不同的專業領域 我覺得在業務推動上一定是會比較順暢 譬如說我們要爭取一個政府的一個競爭型的計畫 那我們透過這些學院的這個主管 然後再進行溝通 我想這個部分一定會更為有效 那另外我個人也非常重視 團隊成員的性別的多元 像我自己在商學院任內 我們總共有四個副院長 另外有三個辦公室的主任 那我們加起來總共是八個人裡面 我們就有三位女性的主管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真正在去找團隊成員 或者是去徵詢看看各個學院 有沒有合適推薦的人選 我會主要考慮到幾個很重要的條件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應該要跟當事人溝通 是不是有相同的願景的目標 針對那個業務我會去談一下我的期待 然後聽聽看他有沒有什麼想法 能夠契合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呢學校的各個一級單位的主管 他應該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因為畢竟他要帶領很多的行政同仁 而且必須跟老師溝通 所以他一定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那業務的推動才能夠順暢 那另外就是說我會特別去考慮到 他的溝通協調 因為在政大的氛圍裡面 除了在相關的會議跟老師溝通之外 其實學生代表的意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有沒有足夠的耐心 願意傾聽 願意溝通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身為一級單位主管很重要的 那畢竟整個團隊呢是要團隊合作 要能夠穩定 那譬如說一任四年兩任八年 那團隊的成員應該要有足夠的穩定性 所以不只是校長本人的人格特質 還有包括每一個一級單位的主管 那它基本上都是一個比較 團隊合作取向這樣的一個特質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可以讓效務的推動 不會因為人事的更迭 而受到這個不好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著是最後一位提問人 還是教育系的林宇珊校友 好 各位候選人還有各位學長姐大家好 我是102級教育系的林宇珊 那其實畢業後的五年內 我都是投入在第三部門 微型的非營利組織之中 所以我會特別想對三位候選人提問的是 未來就是我們知道時代的更迭很快 那不同時代對於人才培育的重點也會不太相同 因為社會需求也不一樣 那未來政大可以怎麼樣做 讓學生重視畢業後的社會責任 以及就是師生能夠怎麼樣在校長的帶領下 做一些具體的社會創新 那想聽聽各位候選人的想法 謝謝 我們請林老師先開始 好 謝謝 那這個事實上是我們在整個政大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學生能夠其實事實上 不只有社會影響力 而且很關鍵的是他們要能夠關懷社會 那在這個上面我覺得其實校長第一步要做的是 我們其實要訓練我們的學生是有所謂的社會意識 就是說在這個裡面他進來這邊 他不是只關心他自己 接下來我要去哪一個企業工作 我接下來要賺多少錢 他真的除了自己以外 他還會關心旁邊的人 在企業裡面我們現在都非常講究 事實上是SDG 那其實我們也應該要去考慮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政大應該要往這個SDG的 永續的部分其實去發展 那在這邊我覺得有幾點事實上是我們可以做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我們的課程 其實去跟很多的時事來做一個結合 在我們創國我們其實提出一個概念叫做Fresh course 也就是說在跟讓學生可以直接他們去看到現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老師的一些反應以及說大家的一些看法 那他們會從這邊開始他就會去關心現在發生的事情 以及他會去想想看他能夠做什麼 那第二個其實是我自己在做創國的時候 我們都採取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們不是以領域為導向 我們是以議題為導向 那你只要有議題的時候 我們要求學生要去找出來答案 那他就不會侷限在他的領域 他必須要找出來答案 他可能會去找說這個社會上面 經濟上面 然後以及不同的上面 其實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那透過這個在過程當中 他自然就會去接觸到所謂的跨領域 自然就會去想想看在不同的方式之下 他怎麼樣去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也希望能夠讓學生不會受到說 以我的領域來回答這個答案 最後一個部分是在問說 那我們怎麼做社會創新 那做社會創新的裡面 很重要的我剛剛在講的 第一個我們要訓練他們有這個意識 第二個我們其實要訓練他們 會從問題上面其實去找方法 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他們可以用 比較科學比較創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那在這個裡面呢 我事實上在整個進學裡面 我其實一直希望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來訓練他 所以假設我上任以後 我會想辦法去把政大的一些資料都公佈 然後讓訓練學生說 他們要解決校務要提出來方法 然後要去想想看怎麼要利用資料 去解決這些問題去找出來創新的方法 那我希望從學校裡面我們就開始訓練他 到了社會以後 他就可以去做所謂的社會創新 這樣子我才覺得說 我們可以去發揮我們在國立大學的責任 謝謝 好我們請蔡老師 好謝謝 首先呢我要先講那個政大的定位 他不只是國立大學 他也應該是國際一流大學 所以如果用這個角度來談呢 我們培育的人才當然要成為世界公民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一個很重要的引導的原則 那首先我先舉我在商學院院長任內 其實我就積極的推動 不管你稱為他叫企業社會責任 或者是ESG的教學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 除了幫助同學有足夠的專業 那能夠幫助企業盈利之外 那怎麼樣能夠以一個合適的態度 去對待勞工 對待客戶 對待各樣的這個利益關係人 那另外再加上這個永續的意識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商選教育很重要的一環 那當然未來當選校長應該是要把 這樣的一個積極的觀念 能夠拓展到全校每一個學院 所以每一個學院或許可以 在院的層級可以推動全院共同必修 從它的那個專業領域裡面 怎麼樣帶進社會責任的概念 然後能夠推出相關的課程 或者另外一個處理呢 就是在通識課程裡面來處理 就譬如說我們之前因為認知到 城市語言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會把它放入是通識課程的必修 那目前這個社會責任的課程 還並沒有被放在全校必須要休息的 通識課程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可以經過有效的討論 那看看是不是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那另外我覺得政大非常特殊的一點 就是我們有各種類型的社團 常常都會有一些攤位 那有時候我們要透過一些社團的活動 然後能夠推出一些攤位 能夠展現那個同學接觸各個領域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自己在院長的任內 我舉辦各樣的職業來的活動 我通常都會放入一些跟非營利 跟對社會發展有幫助的一些攤位 我覺得這個對同學的職業來發展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職業來發展除了是靠社團的攤位之外 那另外各樣的演講 它應該要有足夠的豐富跟多元性 那我覺得這個是政大身為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學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一直都是做得很有特色 那應該要再更積極的 讓我們的同學在專業學習的過程裡面 也能夠認知到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職能 跟各種發展的可能性 那當然我們最近也談很多 有關於不管是EVSR計畫 或者是各類的社會實踐計畫 我覺得老師帶著同學 能夠一起有相關的參與跟投入 我覺得這個培育社會責任感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謝謝蔡老師 我們接著邀請李蔡燕 李教授 是 謝謝提問 我想過去幾年我其實有機會在協助教育部 在審查這個大學社會責任的計畫 也看到全國各個學校在EVSR上面的很多的努力 我覺得是有很豐富的成果 那只是現在這個階段我覺得大家的著重點 都很多是在扶助弱勢或者是在做在地的連結 我覺得未來更我們期待能夠發展的 其實是國際連結跟社會創新 也就是說不只是在地而已 而且能夠從在地出發 把我們的經驗能夠拿到國際上去做更大的影響 第二個我覺得對於人文社科大學來講 其實尤其重要的其實是我們的社會創新 在很多的制度創新上面 如果能夠創新一個好的制度 它的影響力其實是更大的 我想這個也是作為人社大學 人為社會科學大學很重要的一個學術的使命 所以我覺得我們其實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USR其實是一個精神 它應該是要融入到讓每一個學科 每門課都有機會去反思說 我教這門課的知識 對於社會有沒有任何的責任 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它融入進來的 不只在通識裡面 任何的科目其實都應該去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那個主題是適合的 我是覺得應該要鼓勵老師 要把USR的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精神要融入他的課堂裡面 帶著學生去思考這個問題 甚至去實作 那我覺得就實踐這件事情來講 我們在學校裡面應該要培養學生創業的精神 這個業不只是一個企業 可能是一個社會企業或者是一個置業 都應該要培養他們勇於創業 甚至是不見得是剛開始就一定到外面去做新創 而是在學校裡面就能夠提供給他們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友善的創業的環境 很多事情事實上在學校裡面就可以創業 包括剛剛林老師講到的 在學校裡面很多事情其實就可以讓學生去嘗試 去實驗 然後過程中一定有很多的失敗 這是我們所謂的創業家的精神 就是寧可在讓學生的這個失敗挫折感 是在學校裡面去磨練的 而不要到突到社會以後才開始接觸 所以我過去在創新創教育中心 也辦過很多跟創新創業相關的活動 其中一個活動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 叫NCCU乘上Fail 就是一個失敗挑戰的擂台 就是讓很多過去曾經失敗過的企業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讓學生勇於去創業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的 在這個多變的社會環境之下 學生應該具備的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以上 謝謝 好 我們先第一部分就進行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是全體的五位提問人交叉提問 向三位校長候選人做請教跟討論 那我們現在哪一位要先提問 OK 陳律師 謝謝 三位候選人其實都講到創新跟改革 我想請問一個很切實的點 就是說到底你心中的創新跟改革 有哪一個點是可以馬上開始實行 假設你明天就是校長的話 你有哪一個點是可以開始實行 因為我剛才聽到的一些理論 當然也有過去的做法 那我相信既然想要出來當校長 一定想要說我要在裡面做什麼 做什麼 那這個something是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具體一點 比如說我想要改革哪個東西 我想要創新什麼事情 我們可不可以從一個點來開始 謝謝 那從我這邊最右邊好了 蔡老師 好 謝謝學長的提問 其實我覺得政大的幾個特色 那如果在推動創新跟改革 應該要能夠把握到 譬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跨領域這個面向 或者是國際連結這個面向 那我當選校長之後 我會積極的推動跨領域的同學 參加國際的競賽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 那大家如果可以去留意 國際上重要的學生競賽 它其實有不同的主題 其實有一些主題 能夠幫助學生對全球重要議題 有更大的關懷 而且在這個競賽的過程裡面 可以去培養怎麼樣解決問題 怎麼樣去活用自己學到的專業 而且是用一個跨領域的方式 在全球重要的競技場上 去跟全球重要的學校的學生 能夠一起競技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種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學 而且政大相較於其他國內的大學 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科系 是最完整的 我覺得是更有能力去推動 所謂的跨領域跟國際連結 所以具體的創新的做法 就是我會積極的去推動 而且是鼓勵並且支持跨領域的同學 在國際競技的舞台上去參加學生的競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培育國際人才 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 謝謝 好 那李老師 是 我覺得想做的事情其實還是非常多 我覺得從幾個層面來看 但是我簡要地講 第一個我覺得在行政上面 有很多行政流程也好 或者是會議也好 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會議事實上 是浪費大家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 我們所謂的開源節流 其實節流的部分 其實最重要的是老師的時間 老師的時間是最重要的資產 所以在很多行政流程也好 或者是行政文化也好 我覺得這是最需要馬上可以做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可以做的 我覺得可以做的是基礎建設 這當然有很多基礎建設 事實上是做的不是很到位的 包括教學上面的等等的 其實都是我覺得說 很多是馬上就可以投入資源 就可以把它規劃的好 第三個我覺得是校園規劃 校園規劃是一個需要很長期 很完整的很前瞻的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認為 校園規劃馬上就要開始做 因為我們規劃必須是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人才 人才馬上需要去想辦法讓好的人才 可以進到政大來 所以主動地去延攬人才這件事情 也是當務之急 最重要的另外一個最後一點是 我覺得學校裡面要形成跨領域的團隊 教學也好研究的團隊也好 能夠打形成校內的團隊 將來到校外去爭取資源去打團體仗 這件事情也是非常刻不容緩的事 謝謝 李老師 我想我就先 剛前面兩位老師都其實講蠻多的 在行政上面我覺得李老師講得很好 假設我當校長 我想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限制校會議 不要開超過三個小時 那這樣子真的是很 得正之一 就是不要呢 那我們其實創國做過統計 我們在上個學習當中 光是校級會議有62個 那事實上所有的老師都在拼命的開會 那我覺得政大很多的會議事實上是不需要的 那我們很多的公文也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光每一個科技部的計畫 我們就要簽到副校長 簽到所謂的研發長 其實我覺得在行政上面其實這些都是可以簡化的 那第二個其實是在教學上面 我覺得教學上面我可以的要想做的是 我想要鼓勵各個不同學院合在一起開課 我覺得在政大裡面 這種合作開課的風氣其實並不是非常的多 就是大家都會固守自己的學分數 然後希望說接下來這樣子 我事實上是蠻希望除了研究上面以外 我們的教學能夠事實上是引進不同的老師 然後讓他們有不同的元素 我們去想想看學生在那需要什麼樣的課 而不是說我們就是為了要滿足老師的學分數 然後我們拼命開了一些其實學生不喜歡修的課 那接下來事實上是在服務上面 我一直希望政大做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在跟教務處講 就是說我們應該做一個東西是 就是新大有一個所謂的續日計畫 他們事實上是招了非常多的家境貧寒的 然後他們提供四年的 那我覺得其實政大我們應該要扮演像這種的角色 我們其實應該告訴整個這個高教裡面 其實我們事實上是最關心學生的 而且我們願意付出這些部分 那這些事實上是我覺得我們在教學 在研究在這個行政上面 我們都可以先開始做的 好 謝謝 那蔡老師 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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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讓完了 好 那我們接著再提另外一個問題 是哪一位 余生 余生先 好 那剛剛老師們也不斷的都有提到 人才培育的重要 然後連老師也提到了 就是人才要怎麼來 用什麼計畫去延覽很重要 那我想現在高中教育的現場 新課剛剛已經上路了 所以學科能力測驗跟分科能力測驗 或者是推行幾年的繁星等等 這些學生都是從多元的管道來到政大 那不曉得就是未來的校長 對於學生進到政大的管道 以及比例的拿捏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這也是年輕的校友特別關心的部分 謝謝 好 那是不是從剛剛是 從這邊好不好 好 來李老師開始 好 第一個 新課綱的確我覺得 大學如何跟新課綱的實施之後的 這一屆的學生能夠 銜接得很好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們先談管道的這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 我還是同意剛剛李老師提到的 就是我一直強調多元價值 多元在政大本身就是一個價值 所以未來進到政大的學生 我覺得應該要有它的diversity 就是它有它的多元性 這個多元性能夠反映出 在社會上的這些 不管是族群的比例也好等等的 比如說以我們的原住民生為例的話 我們全國的原住民生大概有2.5% 但是政大收到的原住民生大概只有1.多%而已 還有很多偏鄉弱勢的學生 也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我們應該要能夠想辦法讓這些優秀的學生 不會因為任何其他經濟或者是文化的因素 沒有辦法到政大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招生管道上面 應該想辦法讓它更加的多元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新課綱之後的這些教法 受過這些訓練 以核心素養為中心的這些學生 進到政大來以後 如何去讓它銜接到我們的課程裡面 我覺得就需要進行通識教育的改革 在通識教育上面能夠用核心素養的方式 持續核心素養的方式 問題導向的方式 還有一些新的通識教育的理念 去銜接108課綱 讓這群學生可以有更 進到政大來以後 可以讓他們在高中所做的訓練 包含自主學習的能力 跨域學習的能力等等 這些能力能夠持續在大學裡面去探索 去尋找他們的未來的生涯 或者是職涯的成長 能夠有更加的注意 以上謝謝 好 林恩老師 謝謝主持人 不過我先講一下 這個議題說實在我真的有研究 我寫過兩三篇paper 都在講多元入學 在這個部分上面 事實上我們用政大的校務資料 事實上發現了 其實在繁星入學的學生 他進來的時候 他成績事實上是比較差的 學生成績比較差的 可是他出去的時候 他的平均分數 事實上都比較好 那繁星入學的學生 他也比較願意去參加一些不同的演講 那事實上 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第一個要了解這些東西 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花時間去研究 那政大在過去累積了蠻多的校務資料 我們要花一點時間去研究 然後也去跟大考中心這邊 我現在也在這個教育部的那個大數據的團隊 然後去研究一下那怎麼樣 那不同的學校他們收的學生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收我們的學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我要講 就是說108課綱接下來會有蠻大的影響 因為他整個的現在的家長非常焦慮 那我覺得政大可以做兩件事情 那第一個是說 我們事實上應該要去想辦法去增加我們的一些AP課程的一些擴展 那我們應該從我們自己開始去找 我們覺得比較好的高中生事實上是在哪裡 透過我們在開這些課 我們可以去想想看我們有沒有辦法從這邊去了解這些高中生 他們哪一些事實上是真的願意進來解決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我會做的就是 我覺得在這個裡面 我們能不能夠給學生比較多的一些空間去探索 所以在創國的時候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說 大一大二事實上是沒有所謂的分系 我們只有分所謂的major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我們讓學生有一點點時間 不要被綁在系所 然後他們不曉得他們的興趣在什麼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協助這學生進來了以後 他們有比較多的一些空間 謝謝 好 賴老師 好 謝謝主持人 那個 如果看過去教處跟我們分享的一些消誤的研究的計畫 其實我的了解是 繁星這個管道進來的同學跟申請入學 進來的同學他們在課業的表現 還有在各樣的課外活動的參與 表現都是平均都是高過考試入學的學生 所以過去這幾年鄭大師積極的推動 希望能夠增加繁星跟申請入學的這個比例 不過我想這個部分應該還是尊重各個學院的這個內部的討論 整體的數據是這樣 但是應該還是帶領各個學院 積極的討論 看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倒是有注意到有關經濟弱勢 在政大我們叫做鄭新 這一個組別入學的學生 我倒覺得這個部分基於政大的這個社會責任 我倒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增加比例 再多給予支持 那另外我有注意到不管是像原住民 或者是新住民的下一代 像我有留意到我們有成立幾年一個東南亞學成 其實他們就是在一部分的學生的來源 其實是新住民的下一代 我倒覺得這個部分能夠給予更多的支持 讓政大能夠展現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那最後一個我的想法倒不是針對本地生 我倒希望談談那個外籍生的招生的部分 因為政大畢竟是國際一流的大學 所以我們當然主要培育本地生 當然我覺得培育優秀的國際生 而且讓他引導他們可以適度的投入在台灣 有全球佈局的公司 特別很多的金融業在東南亞其實都有佈局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應該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好 以上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開放提問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就是 大學是一個很重視好的人才 不管是年輕的世代或者是年長的世代 那大學應該有大師 那只是說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在大學教書的這將近三十年當中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寂寞的行業 它不僅僅是高壓 而且它是不斷地在自我挑戰 另外它會讓自己越來越孤獨 因為經常在思考一些學術的研究 還有教學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想提的就是 學校裡頭如何創造更多老師之間的交流 包括有Faculty Center Faculty Club 還有包括能夠有老師們之間 因為要從事跨領域 要從事世代的交替 那就必須要創造這樣的平台 讓有更多的人 老師們願意加入學校的這個環境 而不是下課就回家 上課才來學校 謝謝 好 那剛剛 好 那謝謝 那我想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也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整個老師事實上是認同政大 願意跟更多的一些學生互動 而且老師之間能夠增加互動 其實在我這次出來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我事實上在台灣研究中心裡面 我們就一直希望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每個禮拜四 然後我們就說便當台灣研究中心出錢 歡迎你們就來聊天就好 什麼事都不要做 可是我後來發現 就算是這個樣子 政大的老師其實還是很難走出來 那在這個裡面他們會發現說 好像大家不曉得說怎麼樣子 我們就是很簡單的其實去進行交流 那我們交流上面我們也沒有什麼空間 我們跟老師碰面最多的地方都是在會議室 沒有什麼你可以去什麼餐廳咖啡廳 然後大家坐下來 然後就是就為了大家聊聊天 對 那其實上政大沒有空間嗎 其實不是 我們有整座山 可是我們整個設計上面 我們就沒有再考慮這些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 我剛剛講過 我其實去跟很多任何校長講說 其實上我們應該要多一點像這些類似的空間 那我覺得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們還希望的是說 能夠造成一個世代之間 大家合作的一個環境 所以在台園裡面我們就一直希望就是說 研究團隊帶頭的都是比較資深的老師 可是下面的都是年輕的老師 大家一起來交流 透過這些資深老師把這些經驗傳承 然後年輕的老師才能夠比較清楚的 去了解這些制度上面的差異 那這個模式我覺得 假設有一天我當校長的話 我也會好好的去想想看 我們怎麼去創造這種跨領域之間 然後跨世代的團隊 讓大家能夠多一點交流 不要大家都是一直待在辦公室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好 謝謝 好 我們請蔡老師 好 謝謝主持人 謝謝那個提問 我的政見裡面呢 有一個部分就是在學院的層級 推動這個跨系所的 不管是教學跟研究的互動 那剛剛周老師講得很好 就是說大學最重要的就是大師 那我覺得如果很具體來講 應該在學院的層級 我們推動跨系所的一些 就是Brown Back Seminar 是用定期的方式 那因為現在我們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非常的複雜 所以不可能讓老師都只 局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面 所以怎麼樣能夠創造一個平台 讓跨系所的老師 可以定期的互動跟交流 那我自己在商學院過去幾年 我積極的推動Brown Back Seminar 其實有非常正面的回想 那這個部分是第一個我們可以做的 那第二個呢就提到有關於 資深老師傳承的這個議題 其實學校本來就會有一些傳習計畫 但是我個人認為效果並不是非常好 所以怎麼樣在學院的層級 用一個更系統化的方式 讓資深老師可以帶著這個新進的老師 在教學跟研究可以提升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呢高教生跟計畫 其實是要妥善的使用 特別在形成跨學院的學術研究群 有資深老師有中生代有年輕的老師 用高教生跟計畫的資源 妥善的支持學術研究群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就是教發中心 過去曾經有蠻多 是跟教學創新有關的社群 那這幾年比較有中斷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要更積極 鼓勵跨學院的老師 對教學是有熱情的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平台 有足夠的資源 積極的互動 能夠找回來教學的熱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謝謝 謝謝 我們請最後一位李蔡燕老師 謝謝提問 我覺得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也有好幾個面向是可以努力的 第一個面向我覺得是 我們應該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場域 我覺得很多的碰撞很多的對話 其實都必須在建立有一個很好的 友善的場域的前提之下 我一直都認為這開放空間 才會有開放的思維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場域 讓大家可以碰在一起 如剛剛李老師講的 我們需要一個很好的餐廳 需要一個讓大家可以坐下來 願意停留 願意對話的空間 在學校裡面應該想辦法去營造更多這樣的空間 就像國外很多的大學 在建築裡面的一樓一定都是餐廳 我想這個目的就在這裡 很多的好的學術發想 都是在這個餐廳裡面實現的 所以除了這個要有好的空間之外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需要做的是 應該是引導 就是需要有一個機制去引導老師 鼓勵老師可以形成團隊 剛開始我一直講對話探索實現 其實這個第二階段就是在探索 就讓大家開始去行程 慢慢去行程碰撞 有些構想 有些小小的補助行程 教研團隊 教學的團隊 教學的社群 或者是研究的社群 然後慢慢培養感情 過了一陣子之後 第三個 能夠形成共識之後 能夠去外面爭取更多的資源 來執行大型的計畫 那這些大型計畫 我覺得更需要的其實是 學校的支持 所以對話探索實現三個階段 我覺得在最後的階段 其實應該有學校更多的支持 讓這些老師願意 一起來努力 形成創造更多的價值 那另外 我覺得在學校裡面 應該要有多重的認同 也就是我們除了在自己的系所之外 應該可以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讓我們去到外面去 比如說在參加 剛剛講的教員團隊也好 或者參加研究中心等等 有第二個以上的認同 在學校裡面應該有多重的認同 那這樣子才會有更多元的思維 以上謝謝 好 因為時間的限制 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來請教 好 我們的那個劉師亮校有特權 一開始要再做結束 好 謝謝主持人 我想 那如果我們講到台大 例如當年的副思念校長 他建立了台大的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思想自由的傳統 一路傳承下來 那我想請教三位候選人 如果您當選校長之後 您希望社會甚至校時 怎麼去記錄這一位校長 那你又希望留下什麼樣的傳統 給你的繼任人 謝謝 好 剛剛是這邊好 那再從蔡老師這樣順序 這樣下來好嗎 好 我覺得這個校務的發展 基本上還是以過去90多年的發展 因為政大今年已經入95年 所以我們一直有一個傳承 所以我覺得當選校長之後 應該在這個傳承的基礎之上 繼續的發展 那當然政大的幾個這個特色 或者是競爭的優勢 剛剛有提到 不管是我們普遍 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屬性 重視在地的關懷 或者所謂的人文素養 包括我們重視國際連結 然後我們重視國際上重要的議題 譬如說永續發展的議題等等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積極地去推動 那幫助各個學院的老師 能夠有在思想在學術上 有一個自由激盪討論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政大過去我的觀察 其實一直都是有很多元的學術的自由 不管是學生在社團 在各樣的活動的場合發表的言論 或者是老師在課堂上所發表的言論 我倒覺得政大在這個部分一直都是做得很好 所以怎麼樣在這個本來就是很接受多元 而且鼓勵學術創新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 然後我們去鼓勵老師跟老師跟同學之間 能夠更多的知識的激盪 然後希望能夠讓這個激盪能夠帶出 不管是在地的關懷 或者是國際的連結產生影響力 我覺得在這個歷史的基礎之上 然後怎麼樣能夠繼續的積極的發展 我想這個是我很希望能夠做到的 謝謝 好 李老師 好 我個人認為政大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 就好像剛剛前面提到的 政大的競爭力的來源之一 其實是我們非常緊密的師生的關係 我希望這個關係其實是政大人永遠珍惜 而且持續去發揚光大的 另外在學術自由方面 我認為學術如果沒有自由就沒有創新 所以不管是老師們的學術研究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等等的 其實都是在校園裡面應該要營造一個公開討論的平台 保障所有的人都有言論的發言的權利 然後能夠平衡 但是學校裡面應該有很好的制度 可以讓這些言論可以最後能夠做出一個最好的決定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對政大人來講 其實要去回應的應該是社會的期許 或者是如何回應社會變遷之下 從學術的角度也好 或者人才培育的角度也好 如何去回應社會的需求 所以如果從校時的角度來看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可以是一個數位轉型的時間點 也就是在社會集聚的數位化的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學生準備好了 可以去應付或者是投入到未來的數位社會裡面 那這個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非常多 不管是行政或者是教學研究上面 都有非常多議題是可以做的 我們也希望未來政大數位轉型的結果 可以讓更多世界上的所有國家能夠看到 透過政大可以看得到台灣 謝謝 好 第三位 梁老師 好 謝謝 我想剛剛兩位老師都講了蠻多對政大的期許 那我講一下我個人的經驗 我其實在上上個月其實我收到政大20年的服務的通知 然後要領一個獎牌 然後我事實上是覺得說在這政大的20年當中 我其實比較大的感慨反而是說學校之間 大家的很多的一些所謂的溝通 很多之間的對立事實上是越來越嚴重 大家現在在很多上面各個不同的校長上去的時候 就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措施 那都忘記了先把政大建立一個共識 所以你真的要我說 我希望說大家真的記得什麼 我希望我能夠先做一件事情是說 能夠幫助政大其實是建立共識 我能夠去跟每一個不同的系所事實上去溝通 那我希望我的團隊能夠去聽到很多老師他們的期待 那這樣子是我第一個我希望能做的 就是事實上是建立把它再回歸政大一個比較溝通的環境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我們在教學上面 我們希望我們訓練的學生 不是只有說他們只在乎自己 我們希望我們訓練的學生其實會關心社會 所以我希望在做的第二個是說 能不能夠我們在政大當中 我們能夠去想想看怎麼樣子去跟政府的政策做一個連結 是不是我們把政大轉型在某些上面 很多的老師合作我們來做一個智庫 然後這樣 第三個其實我想做的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校長任內 其實我們把我們台灣的經驗讓很多世界去知道 透過政大其實告訴世界說 其實台灣在做的很多的經驗 事實上是怎麼樣子 那這是我希望說能夠被記得的幾件事情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大概還有幾分鐘 保留給三位校長候選人 每個人做三分鐘的總結 好不好 那我們還玩了一個遊戲 我們都用抽籤的方式來決定回答的順序 所以現在我們排列的順序是 第一位是蔡老師 第二位是連老師 第三位是李老師 那我們先就依序進行 好嗎 好 謝謝主持人 我個人對政大有三個重要的期待 也就是我擔任校長之後 希望政大能夠發揮三個重要的功能 那第一個當然是培育未來的人才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要幫助同學進到政大 他能夠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 而且他有足夠的能力 能夠實踐自我的理想 那當然這個具體的做法非常的多 那特別就是以更積極的幫助同學 跨領域的學習 專業的學習 然後參加各樣的社會實踐 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那另外第二個功能呢 就是應該要提供一個場域 能夠讓老師可以創造前瞻的知識 所以怎麼樣用一個更系統化的方式 來幫助老師的這個研究的環境 然後讓老師之間可以一起激盪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後一個我對政大的期待呢 就是應該要引領國家社會的發展跟進步 也就是所謂知識的實踐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們留意到 過去這麼多年 因為非常強調學術的研究 所以有時候會忽略了這個知識實踐的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能夠創造一個制度 讓資深老師能夠帶領 終生代跟年輕的老師 有一個好的傳承 因為我們非常多的資深老師 對於怎麼樣提供專業 幫助國家社會發展 有非常豐富的多年的經驗 所以我們應該在每一個學院 都能夠積極的推動這種傳承的文化 那才能夠讓現在比較新進的老師知道 他的知識最終是應該要被實踐 而且能夠引領台灣社會發展跟進步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整個具體的做法 首先我會積極的來推動 在學院的層級打破戲所的繁離 來推動教學跟研究的合作 然後幫助每一個學院 都能夠帶出它的特色 而且能夠落實在地的實踐跟影響力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怎麼樣能夠鼓勵 跨領域的教學跟研究的合作 那這個一直是我們政大多年的傳統 在這個好的基礎之上 再來積極的發展 特別是因應我們即將邁入見效百年 所以我們面對國際跟在地一些重要的議題 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來展開 不管是研究跟教學的新的回應跟設計 那最後就是國際連結 我覺得這個也是政大未來發展的關鍵的機會 怎麼樣讓政大真正成為被尊敬的 而且有影響力的國際一流大學 這個也是我當選校長之後 會花非常多的精神來推動各個學院 有一個非常好的國際連結 能夠提升政大的效益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謝謝 好 林老師 好 我想我其實蠻認同剛剛那個參院長講的幾點 那我在這次的競選裡面 其實我一直在強調我們希望能夠建立 政大三個部分的連結 第一個就是所謂空間上面的連結 我們目前其實政大的校區之間 事實上是整個發展其實是非常不平均的 那山上的校區其實是滿空的 山下的校區非常非常的擠 那我希望能夠去把做整個校園的規劃 成立一個所謂的校園規劃審議委員會 然後能夠透過這些東西 事實上真的好好的把這個政大的一個空間 特別是像說到底有沒有一個好的餐廳 有沒有一個好的圖書 對不起 好的咖啡廳 然後而且各個戲所之間 能不能夠想辦法讓他們都待在同一個空間 不要說老師在一個地方上課 辦公室在一個地方 然後教學在一個地方 這樣子其實是沒有辦法讓學生 對學校產生向心力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我講的就是說 希望能夠促進所謂人之間的連結 也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夠透過跨域的教學 跨域的一些團隊 然後讓政大不同的領域的老師 他們之間可以結合起來 那這不光是說我覺得說這個事實上 對老師之間他們可以走出自己的領域 是有幫助的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學生可以透過這個樣子 去學到不同的領域之間的互動 那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所謂的社會人文科學 你要學會去怎麼去了解對方 這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習 那第三個其實我在講的就是所謂的外部的連結 這個外部的連結當然我們有包含剛剛在講的熊英 然後更重要的我也是一直在強調的 我希望政大的學生事實上是有所謂的國際溝通的能力 所謂國際溝通能力不是說你英文好 而是說他們可以上到國際的舞台上面 他們不會害怕 他們其實是可以跟人家溝通 其實可以跟人家對話 而且其實可以介紹台灣 那我們希望能夠創造這樣子 所以我們訓練出來的學生 不光是說他事實上是在台灣事實上是人才 走到國際上面大家也都講 可是除了這幾點了以後 我希望用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其實講一下我這一次真的在競選的感觸 其實我去拜訪了大概一兩百位老師 那我覺得政大的士氣真的非常的低 然後很多老師事實上他們覺得要競爭 跟一些綜合性大學沒辦法競爭 那更重要的是他覺得學校再怎麼講 都不會聽他們的 那他們覺得學校的政策都沒有根據 整個他們學院之間的發展 其實去想到底需要這個政策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我自己能夠做所謂的水車共治 就是說我希望能夠把自己的角色拉低 然後我們才能夠讓政大 能夠去把這些大家的合作的力量發揮出來 謝謝 好 謝謝 很精采 我們再聽聽李老師的說法 首先我要謝謝我們熱心的校友還有幾位候選人 今天來參加這麼有意義的一個座談 我一直都認為站大是一個非常優秀也非常偉大的大學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為國家可以說是培養了無數的社會的中間 當然隨著時間的改變 我有機會在過去幾年裡面看得到整個高教的挑戰 也看得到其他學校的發展 我很多機會 我這個過去幾年大概跑了大概五六十所的大學 看這些大學的發展 從這個發展裡面也得到一些警惕 政大如果不再有升級版的話 其實我們的政大的競爭力其實是會下降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在這個階段 應該要想辦法讓政大的競爭力能夠更加的提升 所以我提出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其中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其中一個 當然我們自己要守住我們自己的本位 就是人設的大學的特色 但是在這個之下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能夠 我一直強調的 我們應該有數位赴能跟私益齊居 數位赴能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為人設的領域 或者在為人設領域的 不管是研究或教學 或者是我們的校務治理 我們應該投入新的數位的元素 才有辦法讓我們的所有的治理 或者是我們的研究出來 或者教出來的學生 可以為社會所用 第二個部分私益齊居去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好的人 在這個地方可以安身立命 就是不要忘記自己投入學術當時的初心 也擁保這個初心 持續地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後更加的能夠跨到不同的領域去 從到跨越創新 能夠創造新的新的價值 所以我個人未來有機會 擔任校長之後 我希望能夠以過去我所累積的行政經歷 跟我一顆真誠的心 能夠帶著大家一起 數位賦能 私益齊居 我一直強調就是 校長 是以價值觀來領導 真正理想中的政大 應該是所有人 都希望有一個理想中的政大 都希望能夠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校長的功能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讓這些人可以賦予他的能力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把他做得最好 如果大家都能夠這樣做的時候 自然的政大就能夠形成 它的價值就能夠被發揮出來 也就是說我未來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帶領大家實現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政大 以上謝謝 好 謝謝三位校長候選人的與會 還有五位提問人的參與 那今天我們的時間大致上就到這裡 我最後做一個小小的提醒 各位網友 您可以利用Youtube 跟我們Facebook的政大網站 來提出您的意見建議 我們會有專人做會整 最後會把這些問題都提到 三位校長候選人 希望在校友臨選會的時候 校長臨選會的時候 能夠提出您更多的新的意見 新的想法等等 那今天我們的這個沙龍座談 從大願景一直談到 我們是不是要有樹下的咖啡座 那都非常有趣 我相信大家對於未來校長 還有未來人才的培養 都應該有了一些新的想像 那今天我們只是一個暫時的結束 大家有什麼意見 繼續到網上討論 我們以後也會拉到校園裡頭 去做討論 最後希望好好利用我們這個 校友會的腦礦 不只是來跟我們要募款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就這樣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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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